春节连续假期快到了 不论是返乡民众或者是出门的游客 预估会将南回涌入大量车潮 为了疏解交通拥塞问题 这次公路总局也针对南回地区较拥塞路段 除了耗制调控也要实施路段渐变措施 还有大客车优先到 希望可以减少塞车问题 春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不论返乡的民众或是游玩旅客 预估南回将涌入大量车潮 为了疏解交通拥塞问题 这次公路总局特别在二变为一的车道 进行道路渐变措施 避免车辆因变换车道造成严重回度 我们在台九县的新路跟单路外环 这边在刚开始的时候 假期初一跟初二 我们会进行一个车道渐变的一个措施 就是把我们的车流的汇入点 把它拉长变成比较平缓 那反过头来在收架的时候呢 就会在我们的曹普桥的南端 还有双流也会做同样的渐变措施 另外在湘兰到金轮段 则将实施大客车优先到 初一在北上车道从九点至下午两点 初五则是南下车道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启动 初一呢我们会做一个大客车优先到的这个试办 那整个试办的地点呢 是在金轮跟湘南这中间 那初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由屏东往台东的方向 那收架的时候呢 最后一天是从台东往屏东的方向 那一样呢 是内侧是走我们的大客车 那外侧就走我们的小客车 为了让春节期间交通保持顺畅 公共总局规划多项道路输运措施 也希望民众共同配合 才能开心出游平安回家 九甲红杰台东整理报道 是我的声揀